哈囉大家好我是蝦米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姜 呃這算是我進行新買的扭蛋 但是事實上網 我就一直在找就是 扭蛋機的扭蛋 呃不一定是扭蛋機就是扭蛋機 然後就找到了這個 然後 其實我一半是失望 一半是還是覺得它很可愛 是因為它是扭蛋機 所以我覺得它很可愛 那還是很失望點是 其實 照片跟拿到的東西 完全沒有 它有註明說裡面這個 小蛋殼啊 你看它裡面小蛋殼是不是都是分開的 它有說容易分開 那我還可以接受因為那年一年 可是它 照片上面明明就是小網子 不然就是 腦機是彎彎的圖案 可是它送來之後卻是這個 它有註明是大陸哪個廠商 它這種煤漆廠商的 可是沒有人會說 特別去查詢說 到底是哪些廠商製作 那送來之後就大大失望 不過說真的啦 不過說是真的是 傳媒那些應該也都是要幾百塊的吧 沒有說沒關係 那就先這樣 下次再買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買了兩顆 而且它剩最後兩顆 是一個粉紅色跟一個紫色的 那我在蝦皮上面找到 一顆65吧 我記得兩顆加運費是190 那讓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它還蠻有DIY的效果 它總共有八台 八台其實規模是一樣的 只是它顏色不一樣 那它剩最後的紫色跟粉紅色 所以我就買紫色跟粉紅色 那它這邊都有一個貼紙 大家有看到旁邊這個嗎 這個就是用這個貼紙 然後它剛送來的時候呢 其實就像石碗一樣 就是一包塑膠包 然後你要剪開慢慢裝上去 我覺得它那種DIY的感覺 其實說真的 就還有那種 手做FU 那我當初本來就是 有拍影片要跟大家一起做 那那時候我相機狀況不太好 就是會蕩蕩蕩的 我想說算了 那之後就是先拼完 一拳 然後之後 再跟大家 買那個 但我轉了 它已經掉下來了喔 大家有看到嗎 兩顆 啊因為它就是一顆 可是它真的就是碎掉 所以就變成 兩個 那 失望的點在 喜歡的點也在 所以就是 睡不退見大家賣的 OK 好 皮卡序就是這樣 然後 還有一個功能性差的就是 它轉下來嘛 拿出來 從這裡還要再丟進去再裝 所以有點麻煩 那今天的 近期的 開 介紹就到這裡 那 如果喜歡的影片可以幫我按個讚 然後 如果有什麼想要看的影片 或者是很多疑問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還蠻想追求大家的意見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